各位观众您好,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一个燕字。 燕字的国语注音是,一按燕,四声燕,燕,四声燕。 燕是我国的姓氏之一,如春秋时齐国的燕英,以节点例行险于当世,后人采其生平即为燕子春秋。 又如宋朝的燕书,燕姬道父子,在文学尤其是祠坛上都有相当的地位。 燕还是晚,时的意思,如起床很晚,就叫做燕起,很晚才睡,就叫燕眠,天快要黑的时候,叫燕夫。 燕又指天上无云而言,如天清日燕。 燕安,燕如是安密,燕燕是安和柔顺的意思,而和清海燕是比喻太平盛世。 另外,古时候帝王崩世叫做燕家。 燕又当作坠入来说,如杜甫的登慈恩塔时,即在摇齿隐,日燕昆仑记。 最终的日燕指的就是日落而言,如果把燕字上方的日字搬到了中间,就变成另外一个燕字了, 它的国语诸音也是一暗见四生燕。 这个燕也是安的意思,也指以九十款贷宾客而言。 如白居易的长恨歌,成欢是燕无闲侠,春从春游夜专夜。 燕又当快乐来说,如诗经被封,燕耳新婚,如胸如地。 燕又当游乐来说,如左传的燕安正读,不可怀夜。 意思就是过度游乐之祸,就等于在喝毒酒,其害无穷。 如厚汉书的求懒传,虽在燕居,必以礼自整。 燕坐就是静坐,如陆游诗,修养观书眼,调于燕坐身。 燕急是佛经中的说法,只安然入于极灭而言,也就是世事的意思。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,这两个燕字虽然都有安的意思,但是日步在上方的燕呢,是安静安顺的意思,如河青海燕。 而日步在中间的燕字,则是义乐苟安的意思,如燕安正读,所以在应用的时候是不一样的。 大家要特别的注意。 今天每日一字就为您讲。